朋友们好啊 这是我们家的下午茶 这个草莓酱馅的面包啊 我差点说出包子了呀 还是习惯吃包子 看这颜色了吗 是吧 感觉像我原来跑买卖的时候 常在牛街那吃的牛肉包子啊 那会儿啊是真忙 叫紧鸾 每天紧鸾呀 马不停蹄 都不能坐下吃 打包 一边开着车 一手吃着包子 然后这个放一瓶水 喝两口 特别辛苦 这是豆浆啊 鹰嘴豆的豆浆 黑豆啊 还有黑豆 很好喝 哎呀 这个 感谢我老婆啊 嘿嘿 Muchas gracias Muchayla Thank you my wife 这个 刚才呀 国内来了一个朋友 的电话啊 Telefono Telefono是电话 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是一个 差不多认识了 二十年的老朋友 我这个朋友跟我什么关系呢 我们是说同行也不是同行 我们是同一个大单位的 同一个大的事业单位的供货商 我是供应粮油 他是供应肉类 那个单位原来是分了五块吧 粮油一类 肉类一类 然后水产 蔬菜 还有调料吧 主要是我们五个人 我们五家给送货 然后 除了我是北京本地的啊 但是 很多人不认为我是北京人 因为我穿的特别朴素 经常说 过完 就是说 尤其是过完春节啊 哎 那个你 你没回老家呀 哎 我我说我老家 我说我就北京人呀 哎 你不是河北人吗 哈哈 然后 还有的说 你几个孩子 我说一个 哎 你们那边不能生俩吗 我们这五个人啊 那个有两个河北人 有两个河南人 然后都是北方人吧 基本上 有一个是信仰人吧 他算南方人啊 也是刚过这个南北分界线 这个 这哥们是河北雄县人 雄县龙湾镇 龙 Dragon 湾 海湾 这个镇出了一个大人物 孙连仲 国民革命军的上将 然后再加上院子 一共是1500平 投入的还不太多吧 他是前两年 刚刚有雄安新区 他就赶紧盖了 花了人民币170万 他说 如果拆迁 也就给他25万到30万 当然啊 从站在政府的角度 有些人是听说要拆迁 包括北京郊区 还有很多地方呢 一听说拆迁 那村里都盖满了房子 连个人下脚的地儿都没有 连你侧个身子 挫着身子 你想从他这房子和另一个房子之间 那个所谓的过道 那个胡同过都费劲 盖满了 往高了盖 后来有的村干脆就是所有运建筑材料的 运这个砖瓦灰砂石的 不让进村 当然有些人确实投机 包括我这朋友 170万 几年前吧 三四年前吧 那革现在 按现在的这个GDP 不是叫GDP啊 购买力平价 按现在的购买力 相当于200多万了吧 他在北京 你想想他这点钱 他还有别的钱 其实他要早投入 在北京他能买个房 在北京买个房 如果他想卖了 能够变现 能变现出来不少钱 是吧 现在他这钱 这儿嚷点 那儿嚷点 因为很多农村出来的 小地方出来的人吧 他们非要在老家盖一所房子 他这个是 为了熊安新区拆迁 为了补偿 有很多人 其实就是春节的时候 回去那么15天20天的 但是比着盖 就是说如果你不在村里盖一个 就显得你 没地位 你在外边白混了 其实是一种一锦还乡啊 是那么一种比较吧 还是虚荣心啊 反正是中国人特有的心理 包括在国外 在西班牙那也有 其实他几年几年的都不回中国 也是一花人民币几百万 盖小楼 二层三层 甚至更高的小楼 盖别墅 有的吧 还能给家里老人呀 什么住一住 有的吧 老人在村里 其实那种别墅 他不习惯 他愿意在自己家的小院里 种点菜 种点花 是吧 甚至他挑挑粪 下下地 旁边有小溪 潺潺的 他并不喜欢这种生活 也许 像我这个朋友 他在北京没买房子 他就跑到辽宁的锦州 比这个东戴河 东戴河已经是随中了 比随中还远 买了一套房 和另外一个朋友 他们一块买的 所以说这人呀 真是没办法 当年我们这五个人 我们在一块 给那个大单位 一块也送了十几年的货 我们也经常在一块 聚聚什么的 其中有一个河南信仰人 信仰是商城的吧 他在老家 就那么一个宅基地的房子 那个也卖了 老宅也卖了 他也不回去了 包括他本人 包括他老婆 包括他的一儿一女 包括他的姐姐哥哥 全都不回去了 他呢 就没在北京买房 有一次他跟我说的时候 都哭了 他说他的青春 都奉献给北京了 就是没买着房 等于没搭上这个 房价上涨的这个 这个高速列车吧 没挣着这笔钱 就是说这桶金 他没绝着 他就特别的不开心 都哭了 都垫泪了 后来没办法 因为你想想 要不然他的子女 在北京不能参加高考 甚至不能参加中考 所以还得回老家 老家他们又没有什么人了 都出来了 没办法 其实天津 就抓着这个机会了 天津推出一种叫蓝印户口 蓝印户口 天津五清 五清区 原来的五清县 花一百万人民币 买套房 就给你全家上户口 很多河南人 河北人 山东人 辽宁人 内蒙人 反正吧 很多省的人 都去天津 上这个户口 一百万 还不错 因为你在天津 如果你的孩子参加高考 要比在河南 这个竞争压力 要小多了 河南的路取线多高啊 人口大省啊 所以事实上 中国各省的这个户口 确实不太平等 北京 你像我是北京人 说实话 北京确确实实在政策上 确实 俗话说叫得了瘾了 得了瘾 就是 沾了一切光 当然是因为北京 是这些高干子弟 都在北京 作为我们平民的北京人 老百姓的北京人 是沾了他们的光 是中国这种 党极致的社会 我们算在这个 其实链上面 相对来说 不是最低的 相对来说 稍稍高一点 所以我这些朋友 当年我的这些同行 这些朋友 大部分都不是北京人 我的社会关系 很多是北京人 邻居啊 朋友啊 同学是北京人 但是我做生意以后 我做的这良谣批发 特别辛苦 起舞精 爬半夜 经常是披星带月 我早晨起来 那大月亮 圆圆的大月亮 特别清楚 人家都睡觉呢 我起来送货去了 所以我们这行业里边 这么多年 我得认识 几百个上千个 北京人 不超过十个 基本上 不是百里挑衣 千里挑衣 有一北京人 所以很多人 也认为我是外地人 也特别奇怪 也没什么 而且我穿的 也特别的朴素 自己有时候 还要干点活什么的 当然我从来不排斥 体力劳动 我觉得这是我的美德 也是我的优点 毕竟也都是草根出身 有些人 比如说北京 有些人都吃低饱了 还带着大金链子 然后这个大戒指 养着狗 喝着啤酒 撸着串 其实他是低饱 当然这样的北京人 只是一部分 有很多北京人 也特别的辛苦 特别的勤劳 都是某一种现象 不要扩大化 什么样的人都有 这个树林的大了 什么鸟都有 是吧 嗑瓜子 你能嗑出各种各样的瓜子 有时候是个臭床 我这个朋友啊 真的可怜 他还给我们那个客户 就是我们给哥五个 长期将近20年服务的 那个客户 那个管后勤的 那个食堂的经理 也算是机关服务中心吧 机关服务中心的 副处级的副主任 同时他管着食堂 管了好多好多年 那大哥其实挺好的人 说实话 有时候我送他点礼 他不要 有时候春节前 我送他一点 他收了 过完春节还退给我 那个人真的不贪污 特别好 但是吧 那个大哥啊 我就说在我们国家 在中国大陆 想发财 真的难 普通人 我说的是 想发财太难太难了 这个大哥 他呢 在丰台 丰台石井山 和门头沟吧 三区交界的地方 他呢 看上了一块地 那块地有别人 别人包下来之后 等着拆迁 有很多这样干的人啊 我知道很多人 在北京郊区啊 或者哪儿 弄一块地 弄块地之后呢 他种点树 种点草 种点花 种完之后 他等着拆迁 有些人是有内幕消息 知道啊 这个规划局 已经规划好了 这块地将来是 房地产开发呀 或者是公园啊 或者是什么火车站呀 是什么工程啊 高铁呀 这个高速公路啊 过几年会占地 拆迁占地 很多人知道信 在这卡 租一块地 地不是国家的吗 中国是土地公有制 但是你可以租啊 租完之后赔偿你啊 你的地上建物 比如说你盖了房 你还种了什么东西 给你补 他们有些人就是 这个方面就发财了 那是早 早些年可以 其实自从2013年到现在 已经不行了 但是这个大哥呢 他自己就弄了 我们也没办法呀 他弄的 他弄之后 还找到我们这哥们 这河北熊县 这哥们跟他关系好好 他那送肉 也送了好多年 他的利润也相对 比我们的粮油要高 我们的粮油是保利 威力产品 威力行业 他也赚了钱了 那个呢 哥俩关系也不错 还跟他借了一笔钱 借了几十万块钱吧 借了 应该从11年开始借的 到现在也没还 到现在也没还 因为 村里边的书记出事了 现在是拆了 但是把那个人抓了 村里边的书记抓了 说他贪污腐败 账污不清 所以就 把我们那个 我们的客户的大哥 那钱就不给了 整个全停下来了 因为在中国是这样 中国就是一人兴邦 一人丧邦 小到一个村 一个乡 一个镇 一个县 一个区 一个省 一个市 甚至到一个国家的层面 中国就是这样 因为普遍来说 中国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法律 基本上还是人治 一把手说了算 一把手 一把手 一张口 一支笔 他怎么签 怎么弄 一般来说 二把手 三把手 是无能为力的 还有我们一个朋友 在大兴 也是弄了一个苗圃 租了几十墓地 他想着能分个一两千万 两三千万的 也够呛 像北京顺义 顺义李乔镇的镇长 叫李炳春 贪污了两个多亿 光检察院法院认定的 就两个多亿 也是修高速公路 补偿 其实这个制度有问题啊 你应该是直接就拨到 每一家每一户 他镇政府 他这拦了一下 他截了一道 他截胡 钱拨给他 他再往下分 你换了我 我也得想方 是吧 想方设法的 我得贪点吧 所以最后 给他判了个死缓吧 还有他手下一个 叫什么的 手下的招商科的科长 叫什么 叫孙什么好像 这个李炳春 原来就是当地的 一个拖拉机手 他比较会钻影 后来呢 他开了一个 出租汽车公司 这些养了上百辆出租车 给他交份钱 交份钱 他挣了钱了 他拿这些钱 然后给这些当地的各级官员 手大放花 大手大脚的花 花了钱之后 等于这官吧 不客气的说 有点像买来的官 所以这种情况太多了 像我这朋友刚才跟我诉了半天的苦 真是难办 难办 类似情况太多太多了 我们这个客户的大哥吧 哎呀 也难说 就是说 我总结出了一个规律 如果有人跟你借钱 如果他跟你借钱 最终 你这个钱拿不回来 而且 借钱的人 他事实上是 没有这么大实力 但是想干一个大事 最终呢 又因为他的钱 都不是他自己的 他负债 负债之后 有时候就着急 着急之后 就容易出错招 所以 很多借钱的人 会把借给他钱的朋友 连累 我这个朋友 就是这情况 这个朋友就借了很多人的钱 当然 我还真不知道 原来我还真不知道 他那个大院子吧 说实话 因为他以前 我们挣他钱 我们是他客户 他要求我们这哥五哥 他当然是客气的 说能不能帮帮忙 我们还会去给他义务劳动 因为他等着拆迁 他有温史大棚 他种了好多什么仙人掌啊 什么这树那树的 我们得给他干活去 所以你说 我们挣点钱容易吗 是吧 还得哄着他 还得给他干活去 一到那个温史大棚里边 哎呦 我才知道啊 那叫一个热呀 有的时候 给我热的都快虚脱了 赶紧就跑到外边来 歇一会儿 我这个活吧 算干的少的 说实话 我是里边的北京人 他还多多少少 给我点面子 那个俩河北人 俩河南人 那哥四个可是真给他受累了 尤其是送肉的这哥们 还借了他几十万块钱 受累还受得最多 当然他当初也许诺他了 说我这拆迁之后 挣了钱也分你一部分 都是许诺 都是画一个饼 先让你冲击 都是曹操说的嘛 望眉止渴 精神会餐呀 我们这客户的大哥 跟他妹妹借钱了 他妹妹 北京卫戍区的一个师级干部 也借了 这是清歌啊 借吧 然后妹夫 妹夫是跟着中央领导身边的人 这两口子吧 不缺钱 不差钱 清歌张嘴了 给吧 还有这哥们呢 有一个女儿 结婚了 跟女婿也张嘴了 女婿也得给点吧 给 女婿也给了 还有呢 媳妇的哥 大舅哥 大舅子 也张嘴了 也得给 还有 他自己 前些年炒股 连本带利的吧 两百来万 一共投入了五百来万 到现在几乎一分钱都没回本 其实 大家想想 这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倒霉吗 是他一个人的冒险吗 还是说整个社会 大社会 有很多事的风险度是极高的 是吧 联想到我们在西班牙的生活 西班牙的这儿的华人 很多是门槛比较低的 劳动密集型的 酒吧 餐馆 超市 批发 百元店 但是这些人赔钱的几率不高 你只要辛辛苦苦的 把这个苦瘦了 把这个泪瘦了 把这个时间熬出来 你就能挣钱 你就能挣钱 除非你 瓢 赌 抽 是吧 尤其是赌博 你要不沾这些东西 你能攒下一份家业 最起码有自己的房子 有个车 是吧 有家庭 有老婆 有孩子 但是在中国大陆 可能你一夜爆发了 是吧 但是大部分人 是给这个别的这几个爆发户 这些大老板 这些权贵 说实话 给人家填炫 有个词叫填炫 给人家垫背 给人家当牺牲品 当韭菜 像我这个朋友 我这个客户 还是国家机关的副处级 是吧 工资啊 待遇啊 还不错的 他妹妹是师级干部 他妹夫更高级别的 他女儿女婿 也都在私企工作 但是都是高薪的工作 是吧 他们家也开着奥迪啊什么的 但是你看他投了这么多钱 中国就是刚才我说的 一人兴邦 一人丧邦 就往往一个人 他好了 跟着他有关系的人 可能也跟着好了 是吧 就是鸡犬升天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但是一人倒霉 也株连九足 就是这种不确定性 不安全感 说实话 当年他也跟我借了一点点 说的特别好 说半年准还你 我这有点急用 给给给 是吧 我挣人钱呢 客户我也不敢拒绝啊 但是我也没多少钱啊 我给的不多 后来 这半年变成了五年半 后来我跟他说大哥 我不干了 我要出国了 后来把钱给我 前年 前年 一八年 夏天吧 七八月份 我们去了趟 呼伦贝尔 和这个大兴安岭 最后到了这个 中国北极村 墨河 黑龙江墨河 基本上中国最北了 在北极村住了六天 住的很好啊 住在一个河北老乡家里 他是 恒水人 是武艺的 还是饶洋的 他是一个唐姐 嫁到黑龙江 然后把他也介绍过来的 等于是给他说了个梅 他也嫁过来 四十年了吧 其实他没比我大几岁 他结婚早 那大姐在这边 生了两三个孩子吧 一大家子在这 他的爱人 也是河北人 是唐山人 都闯关东闯过来的 对面 对面就是俄罗斯 看得特别清楚 那条江啊 还是上游 人口也不多 阿木尔河也好 黑龙江也好 非常的清澈 非常的干净 我们两口子在那村里边 就住他们家 住了六天 对我们特别好 然后给我们吃的 那个西红柿 哎呀 那皮薄的呀 就是一层纸啊 薄如蝉翼 还不要我们钱 之前住了六个天津人 都得买他们家的西红柿 他们家院里有个自留地 买他们家西红柿 我跟大姐聊的特别好 然后大姐就是 不要钱不要钱 哎呀 对我们特别好 然后早中晚 我们两口子十块钱 包火 给我们是那个辣椒油 炸锅 用东北的那种豆油 没经过这么多提炼的 豆油炸锅 啊 白菜丝 对 切着辣椒丝 白菜丝是凉拌的吧 那热油 加上那个辣椒油 卡 白菜丝凉拌 哎呀 哎呀 说到现在我这口水横流啊 真香 绝对是没有用化肥的 他自己家吃的 还从街上 当地人卖的那个卤水豆腐 敲帮子 帮帮帮敲帮子 蹬着那个东北的盗鸡驴 然后到 给我买点豆腐 然后那小葱拌豆腐 我说大姐 还得来点辣椒油 吃的真叫一个爽口啊 那叫一个好吃啊 哎呀 住了六天 最后分手了 依依不舍 那个村里边啊 一千多户 百分之八十都搞农家乐 都搞旅馆 都搞旅游 这个谁跟谁都是有缘分的 我们也看了几家 有的那人家一看的人 不可以说就不利落 乐他 邋遢 脏脏活活的 不行 这大姐家 就利索 而且人脸上那个表情 他的笑 比较真 另外还有 一定要大家要注意 出来玩 一个大的那个 手机发射塔 我一我绝对不住 不是多少钱 我躲你远远的 真的 那种东西绝对要远离 然后 第六天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 第六天 我们要走 已经买好车票了 头一天 在当地有个邮局 买好的客车票 而且我们还在网上 已经订了火车票 要去哈尔滨 从墨河去哈尔滨 墨河县城 北极村啊 不是墨河县城 过去是墨河县城 后来发了一次大洪水 淹了 墨河县城就迁了 现在它是一个镇 是个大村 突然间那车来不了了 出不了村了 一块要走的很多人 很着急 为什么 房地产的纠纷 拆迁的纠纷 当地一部分村民 这是个景区 你要进这个北极村景区 好像一个人75 就是不管你住一天 还是住十天 就是你进来 就交一次性的买路钱 75 它是个景区 它有每天有收入 村民把路堵了 没办法呀 没办法怎么办 我们着急走 都买了火车票 后来当地用一个车 把我们短途的 运到那个景区门口 我们绕路绕出来 那门口警察 武警 已经和当地村民 就是叫什么 对峙上了 然后我们出了景区 赶紧又上一个车 外边有一个车 相当于接驳车 分段了 是吧 铁路警察分段 给我们运到县城 好不容易没晚 从墨河那 上了火车到哈尔滨 说起来 墨河那个火车站 真大呀 到了黑龙江的北部啊 内蒙的北部 才真是那种辽阔的感觉 这是一次 你看看在中国 房地产的纠纷 有多少 回到北京 到这个通州的宋庄镇 宋庄镇 整个那一片 好几个村 住着上万个啊 有人说上万 有人说几千 成千上万的艺术家 我们的一些艺术家朋友 就是说当地有那种大棚 大棚呢 盖一间房 然后实际上是房地产开发 但是那土地是农业用地 怎么办 一夜之间 给你拆了 一百多个艺术家的财产 化为乌有 当然这个是法律的擦边球 那国家 政府可以说 这是农业用地 谁让你卖给他的 你活盖 是吧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朋友 他是蒙古族的 嫁了一个北京昌平人 就在崔村镇的香唐村吧 那有上百套吧 好几百套的别墅 据说还有一些名人呀 一些这个原来的哈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呀 都住在那 结果后来说 你这个非法 昌平法院要给他们强拆 后来可能没拆 我今天也问这个朋友 这个朋友他 我们那个共同送货 那个单位的一个厨师长 就是昌平那当地人 说可能有没拆 因为每家每户都是小院 然后带院子那种别墅啊 说实话 也投了那么多钱 另外毕竟是北京吧 很多人可能跟高层啊 还是有一些关系 反正应该是没拆 本来那个村也要拆的 前一段吧 去年吧 也闹过 湘唐村 类似是太多了 还有我们的朋友 在北京我们的朋友 在剧组里边 做一些美工啊 美术啊 造型设计啊 那个 他在云南大理 有一个小院 那个小院 我还去住过 他非常相信我呀 把他本人忙着 事回不去 就把钥匙给了我们两口子 说你们去吧去吧 17年吧 17年我们两口子 就到他那住了几天 然后那是 然后又去的丽江啊 大理啊 他们是大理 那个尔海边什么 大理市啊 昆明啊 又到四川成都 吃美食啊 玩了二十多天 后来他那个房子 就给他拆了 说是这个 金上啊 一尊同志说了 这个青山绿水 说是到大理视察了 这个青山绿水 就是金山银山 这当地说 海拔多少米以下的 为什么叫多少米以下的呢 因为你离这个 尔海近 是吧 因为你们水往低处流啊 因为你们排屋做的不好啊 像我那个朋友 他家紧挨着尔海 就是五六米的样子 在他们家 说实话住了三天啊 当然我盛情感谢 但是说实话 他们家太潮了 地下就是水沟 都能听见那哗哗哗 从我们那个床下面 地板下面那水声 还有比我们更近的 他委托了一个 广州的一个朋友吧 叫杨嫂吧 旁边开客栈的 因为知道我们要去 说我的朋友 还交代人家 进他的房子 那个杨嫂 也有他们家钥匙 然后给收拾收拾 被褥什么的 换点新的 所以 那杨嫂那个 那个起的那个小楼 漂亮极了 随便一投入 都大几百万上千万 还有隔壁的一个 我们还遇到了 一对北京来的母女 也跟他们聊天 住在住在那一户 那都上千万的投入啊 都是原来什么广州的 南方的什么大学教授 什么的退了休 也想挣点钱 另外也觉得这环境好 据说拆了三千多户 但是后来又有一什么文件 出来又不拆了 先拆的这不就倒霉了吗 后来我那个朋友 跟他们打官司 想获得点补偿 后来其实我心里 我觉得 我觉得他打不赢 我问过一两次 我是怎么样了 后来也不想问太多了 是吧 可能人也挺伤心的 我的直觉告诉我 我对中国社会的现状 现实的了解告诉我 他赢不了 好在我这个朋友呢 北京这边也有自己的房子 买了套房子 另外去日本 买了一套房子 花了人民币七十万 其实有很多日本的农村 已经有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农业的 农村的房子 已经没人住了 大量的年轻人 永远的离开了农村 即使他在城市里 生活的并不如意 但是他也不想在农村过一辈子 恩格斯啊 马克思的把兄弟恩格斯说过 两只狗在太阳底下打架 这在农村就是历史性的大事 所以日本的房子很便宜农村的 当然你如果你不懂语言 你没有自己的汽车 那你出行是困难的 多少钱呢 便宜的啊 那个房子一点不差 还带个小院子 二十万人民币 中国的朋友啊 如果你想去 是吧 在北京上海随便买套房都上千万啊 二十万人民币 在日本 我那个朋友买七十万人民币 景色非常的美 他给我们发来很多照片 在一个湖的边上 衣衫傍水 七十万 当然我这个朋友在日本流过学 懂日语 在当地也有熟人 就感慨到这吧 分享到这吧 倾诉到这吧 谢谢 谢谢